這首歌是誰寫的 宇若萱寫的 是你想 這一句是我想的 然後就給了小萱萱的 然後她 給了誰 就是小萱萱啊 小萱 宇若萱不是小萱萱嗎 我認識她二十年 我沒叫過她小萱萱 另外這個通告的導演 也當了男主角 也當了 人生啊完成了很多的事情 然後最近看你在電視上 一直打的一首歌叫做 柴米油鹽醬醋茶 對 這好像預告我們你要結婚 不是預告我要煮飯 沒有 其實是預告一個 柴米 油鹽醬醋茶 是一個 家庭主婦 一個 就是一個 普通 單純的生活 對 很想過那樣的日子嗎 其實蠻想的 也好像 離我蠻遙遠的 一個生活 對 我在看你的歌當中 你有分手的歌 Kiss Goodbye 其實很多 有分手的 有戀愛的 有公轉自轉 你是我的唯一 什麼 其實 有些歌 並不竟然只是流行歌曲 一定也是你成長當中的紀錄 是 也有些歌 你是在叛逆 談你自己說 背 背一切 然後 甚至我還記得有個歌詞 只有你懂我 你懂我的心理 什麼類似像這樣子 有可能 那這首歌是誰寫的 這首歌 許若萱寫的 許若萱寫的 是他想結婚 還是你想結婚 就寫字的人不代表你嗎 唱的人是你 所以我要搞清楚是誰想 對… 柴米永遠江蘇茶這個歌名 就我的DEMO裡面就有這一句 所以是你想 這一句是我想的 然後就給了小萱萱 然後她 給了誰 誰 就是小萱萱啊 你知道她唱歌嗎 小萱 劉若萱不是小萱萱嗎 我認識她二十年 我沒叫過她小萱萱 小萱萱 對… 劉亦菲呢 小菲菲 沒有小 就是菲菲 我認識小萱萱也是 十幾歲就認識她 對嗎 你十幾歲就認識她 不可能 不可能 十九或是二十 二十 你二十一二才認識 不 這個時候認識的 什麼 金曲獎 那天晚上 沒有沒有沒有 你們兩個是在一個金曲獎上面認識的 不是 不是 那個時候我們已經認識 是 我才知道 好八卦 是那天我才看出來 看出來什麼 再進去這樣 點你那天晚上我看出來 看… 看什麼看 我們不是一起走紅毯嗎 對不對 而且還是 我安排的 對啊 你安排的 對 我現在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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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的知音 每一次訪問王力宏 都覺得她是一個好嚴謹的男生 她很害怕露出她心中的任何的一點的小秘密 但是講著講著 小菲菲 小萱萱 小姐姐 小妹妹 就會露出來了 她到底要講什麼呢 我們待會兒再來聽她說 我當然記得 我當然記得 你當然記得對不對 對 作為王力宏 如果拍一部電影 是她 這十五年來 其實像交一個成績單 你不覺得嗎 因為這裡頭有歌 有電影 有畫面 有演技 其實算是你 對不對 是 是 自己做的導演 我覺得難免會 投資很多 比如說自己的靈感在裡頭 甚至有一些自傳的成分 也有自嘲的成分 自嘲的成分 其實我覺得 對啊 做演藝人員 有的時候要把 很多的傳言 真的當成笑話 因為事過境遷 我有的時候 會跟很多藝人講 真的不要把一天的報紙 今天的報紙寫你什麼 如果你真的很生氣 或者你的家人為此大吵一架 或者你跟你所愛的人 因此而分開 真的不要 不值得 真的不值得 那就是一天的報紙 演藝的工作很長很久 其實在我訪問王力宏很久 他是一個很嚴謹的少女 所以他拍喜劇是我覺得很 很想不到 但是我覺得 他已經深入了悲哀 在用喜劇的方式表達出來 其實在所有訪問當中 我覺得你只有一次掉下 很珍貴的男人的眼 那時候你幾歲 對 從出道 從出道到現在就一次 在電視上 就是在小燕有約 那時候你幾歲 好像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那是2003年的通告 2003年 2003年的通告 對 所以七年前 七年前 對 我覺得那時候 你會掉下眼淚是因為你在最脆弱的時候 還有你們的製作安排得真的很用心 製作單位真的 那個節目讓我完全沒想到 因為一定是想要講專輯啊 想要講歌 然後就突然看到了一個家裡的畫面 對 很多年沒回家 然後那個是 裡面還把我的睡房 還有我小時候的熊 熊 我那個藍色的熊 受不了了 我就想講歌都講不出來 開始哭 因為那個時候我記得 在那個年代當中 你有一首歌想家 因為我想到說 其實一個 我們所謂的ABC好了 大家來的時候 連中文都不太 可以說啦 但是所有的 人生地不熟 人生地不熟 對 雖然有外婆在這裡 但是所有的要注音符號 然後每一個人看她覺得 喔 你這麼帥 你會唱歌 你真的嗎 就是很多的疑問在問你 然後一個人在這裡 原來是一個家中的寶貝 所以 而且你會回想到 你那個無憂無慮的時候 會 會 所以其實拍這個電影 我有個偽裝嘛 不是 好像打扮成冰拉燈的那個 就是那個打鬍子 你知道 就覺得很 很舒服 無憂無慮 可是你那樣也不醜 而且沒有哈琳 在我們第一次節目醜 是嗎 對 哈琳在超級星期天第一集 第一集也是扮成那樣 然後呢 恭喜 我們 我們很多年又把那個調出來 他說 我說 喔 就因為這樣你紅了 可是你那樣扮其實也不醜啊 還可以啊 就是重點就是看不出來是我 是我 在那個裡頭其實我們看一下他的片段好不好 還很精彩 他的笑容讓你天天唱 天天通 你很瘋 你很瘋 我沒事 我確定你為什麼要認識一個女生 杜明漢要去音樂學院尋找一個神秘女子 可是她普通人是什麼 包包愛情 我對流行樂其實不太感興趣 你好 我是阿德 如果我不是杜明漢呢 不可能 不可能 niper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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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ff stuff 他根本不喜歡女生 不愧 这几瓶叶子卖这么贵 简直太剥削 好玩吗 好玩 其实自己也过足了瘾 就是戏中的你 也是平常有的时候 你要扮各种的角色 拍广告啊 但是你在 拍卫生纸广告 拍卫生纸广告 打扮成这样子 然后有手势那种擦 擦的那个动作 一定要很标准 对 要标准 笑得很灿烂 我隐身也卖过米啊 一定要拿到这样子 一笑 对 对 对 真的 我们都要这样做 但是其实 这可能就是她的故事 她在寻找一个 没有化妆 比较真实 跟她做对的女生 不了解你的人 不知道你的人 嗯哼 就像你那首歌 你不知道的是 你不知道的是 嗯